张庆鹏想要拿下京津大战 经过窗口期的持续回血 他们的当家球星林亭谦大概率出战这场焦点战 这也就让天津队在攻守两端的战力重回巅峰 虽然他们如今的阵容稍显年轻 然而从他们在第一阶段的表现来看 他们同样创造了不小的奇迹 浙江 山东与广东这三支强队就相继栽到了他们的手里 就算林亭谦的阴伤休赛导致他们的战力大减 可他们始终并没有放弃 而是与对手血拼到底 正是他们的这股偏见 这也就让天津队拥有了更多的可能 这不 张庆鹏再度出招大梦春秋 但北京队就注定翻车嘛 但张庆鹏祭出的大梦春秋究竟是什么样的杀招呢 竟然让天津队拥有了逆袭北京队的可能 在篮球地看来 这招大梦春秋也很简单 那就是在赛场上发挥出他们跑轰与三分语战术的应有威力 即便北京队大概率也会祭出这个战术与他们对轰 可只要让他们在赛场上找到自己最熟悉的打球方式 那他们的发挥一定会取得新的突破 就像罗杰斯特 张云梦 施德帅与田宇等球员 他们除了需要让自己在赛场上找回三分投射的手感之外 他们还需要把队友投射的自信心给充分建立起来 只有他们三分投射的点全部打开 他们才有逆袭的可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张庆鹏也必须带领着天津队打出彩来 虽然这只是他执掌天津队的第二个赛季 但他依旧要通过自己与弟子们的努力 让所有人看到天津队的进步 不管是在进攻的关键时刻 还是在防守的紧要关头 他们的球员都能够在赛场上发挥出极致战力 虽然目前的他们以三胜七负的战绩排在了全联盟的第16名 但常规赛还有42轮 只要他们抓住未来的机会 在每场比赛中都将自己的战力催动到新的极限 天津队在未来的比赛中必然能够不断突破自我的新极限 张庆鹏也必须做到这一点 他们可不想再度化身为于难球队 如果想要洗脱嫌疑 那天津队就需要用战绩来说话 即便他们的青年军阵容还需要经历大量赛事的洗礼 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但从天津队目前的情况来看 张庆鹏能够依靠的也只有他们 尤其是在孟子凯与金芯这两名关键的投手离队单飞之后 他们在关键时刻的三分投射火力显然就下滑的更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郑浩然 张云梦与王一芳等年轻球员就需要在关键时刻扛起天津队在进攻端的重任 并在紧要关头投射出更加精准的三分球 只有这样 天津队才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劲的战力 就在这个窗口期 他们显然就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与汗水 但他们的努力显然并没有白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天津队的年轻球员在经过休赛期的持续回血之后 他们的根基显然就打得更加牢固 根基既然稳固了 这也就让这些年轻球员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张庆鹏不管是在赛场上还是训练场 他都会给这些球员提供更多的出场时间与球权 只有这样 他们青年军的崛起时间才会被进一步缩短 就算从阵容实力方面来说 如今他们已经从巅峰滑落 可他们的阵容却变得更加年轻 这也就是说 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已经拥有了强势爆发的可能